今天來到會展,我和Ray聊天 9GAT,我記得你都搞了很多年 十年了 十年了 不經不過 我還記得你剛開始搞的時候,我可能是最早的用戶 絕對是 你那時候還寫Vlog 現在已經沒有人知道什麼Vlog 其實9GAT的營業是相當保證的 所以經常都會受到一定程度,一些國際自己的影響 例如那些例子,不是中美貿易那些 但是呢,譬如說最近有一個trend是 那些Bowser,開始加一些Adblog的功能 跟著比如說Facebook這些那麼大的平台 就開始減rich了 那其實我相信呢,多不少會對9GAT有些型 你可不可以坦白跟我們有多影響有多大 跟他有些什麼應對招數 我搞笑就不是多厲害 坦白就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我自己,我的看法就是 我想任何行業都是 其實就是你的外圍環境 或者你控制不到的因素 其實一定是會出現的 有些可能是有利你的 有些是不利的 但是你任何行業 任何公司都要生存 就一定要應對 要自己轉變 要自己進步 我想在傳媒 或者社交媒體 都不是我 剛才你說的 AppBlog 或者AppBlog的功能 流氧器 其實我會覺得 大原則其實是想為那個 體驗去尚上 我們自己本身 都是很著重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個影響 我相信不是很大的 如果有的話 我覺得總有方法去生存 說不定是 可能你是有一個 贊助的內容 說不定是你 向動物收費 說不定是用物捐款 其實我想這些 都可以令到公司生存 對 然後另一個就是 比如說 Facebook 或者其他的社交平台 他那個Reach 減少 我們自己的意見 跟很多主流 意見不一樣 那個位置就是 我覺得其實 某程度上是難以避免 甚至我覺得是 一件好事 很美麗 好事的位置就是 因為 Facebook 說什麼 我相信的 就是 他想將一些好的內容 再掃出來 他想將一些朋友 重視的東西 家庭重視的東西 擺出來 他個人化一點 他很強調的就是 engagement 而我們 不夠怕 其實做得最好的就是 engagement 對 所以 譬如Facebook 改了engagement 一定會有影響 但我不覺得 我們會跌了很多 另一方面 其實我們自己 幾信的位置就是 其實 難以避免 你要跟平台合作 假如平台 Reach減少 你就要找下一個平台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難 我不會覺得 這是一個傳媒的寒冬 我反而覺得 這是傳媒的 黃金年代 即是說有銀有機 也不是有銀有機 說的是事實 你想想 十年前 Facebook 未出現 香港有幾多間傳媒公司 今時今日 你一個人 已經可以生存到 成為自媒體 在這個情況下 你以媒體公司的數目 其實是幾何級數的增長 所以我覺得 現在才是媒體 黃金的年代 他又好像被你說得通 聽說 想過的應該是通的 但就著這兩個的傳媒 其實 Adblog 我記得當初還是很忍悔悔 就是一些廣告 廣告 後來是由Google才搞的 即是 就變成了Defort 一個功能 Defort 現在 Defort 遲些可能Defort 就會很開 如果 究竟 不用 廣告做 business model 為主要 一定會受影響 是的 但你說 可能是一個契機 你們有其他 sponsor 這些業務 或者其他 新的 business model 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 就再問清楚 你的模特兒 方面